嘿大家好,我是Chill 今天是雨夜火鍋第一天開幕 原本它的前身是千葉火鍋 這是我今天去吃的 馬上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換了一個名字,有沒有變得很厲害 還是不期不待不受傷害呢 先幫我按個讚 跟著我一起來看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雨夜麻辣火鍋 它是 之前是千葉火鍋 然後不知道改裝之後 有沒有變比較黑啊 今天開裝第一天 然後呢,我們今天剛好 有四個人是不同屬性的人 他是最不喜歡吃千葉的 然後我是屬於中立型的人 像我媽 就是屬於可以跟我爸一起吃 那我爸超愛吃千葉的 然後我們不知道它跟千葉到底有沒有 很大差別 改了名字 然後搞得這麼隆重 我們進去看看 哇,我們現在走進來 亮晶晶的喔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菜色好了 好,這邊是涼拌小菜區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喔 還看起來跟之前的千葉是稍微有點不一樣的 那杏鮑屋看起來蠻好吃的,我等一下夾一點看看 然後有這個 豆干 好,第一天生意都蠻好的 這個是那個叫什麼絲 乾絲 對 黑豆 有一些海帶 雞爪 這應該是雞肉 但是應該被夾光了 生意真的還蠻好的 然後毛豆啊 然後百香果醃製的蘿蔔 然後這一區是水果 西瓜看起來蠻甜的 對 他們水果其實都還蠻新鮮的 對,這紅紅果看起來 對,而且有哈密瓜 然後玻璃瓶裝的這些汽水啊 可樂 然後還有海苔玉米酥 有巧克力噴泉 好像之前就有了啦 對 這帶小孩來他們都超開心的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是醬料區 基本上他們目前來說是跟之前的 那個前夜是一樣的 蠻像的 好,來看一下這是燒賣區 這個我應該會 跳過吧 這個看起來不錯 欸,這個是什麼 這看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小籠包的 超拉櫃的水晶餃之類的 欸,這個是空氣 聲音真的太好了 等一下再來看看 基本上這是燒賣類的 然後這個是鴨血 他們鴨血也好吃啊 如果是前夜的話 看起來不錯 這邊有淡菜 還不錯,看起來蠻新鮮的 然後這是 像糖洋雞炸雞 但它的炸粉不太不一樣 不太一樣 看不出來是什麼 對 好,這邊有 烤鴨 看起來很像德國豬腳 真的 然後蝦子 這個總是豬腳了吧 對,他們之前的豬腳是蠻受歡迎的 而且這一間的豬腳蠻好吃的 嗯 好,這邊是那個現做區嘛 然後所以它有這個 黑羹 捲那個杏鮑菇 它這一盤空的就是它現在在做的那個漢堡肉這樣子 牛肉的 玉米筍啊 這個好像是 這什麼魚啊 鮭魚骨 鮭魚骨 然後還有披薩 然後這邊有那個握壽司 還有手捲 然後還有烤蝦 握壽司的部分也蠻多的 飲料的部分 一樣是很風華 有馬玉三的也不錯 然後沙娃各種沙娃 我蠻喜歡喝這個的 這個好喝 這個好喝 然後果汁 美麗果 有零卡不錯 然後最後是蘋果汁 都是這個牌子 好樣這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區 這一區就是 麵類 它其實種類非常非常的多 什麼都有 然後這個是豬皮 蠻酷的 好,這是我們青菜類的部分 絲瓜、南瓜 米血、豆苗、甜不辣、甜不辣條 然後炸豆包啊 然後這是豆腐類的 然後皇宮菜 蒟蒻、筍片 高麗菜、豆芽 還有這個是地瓜條 黑木耳 海帶結 黑木耳 南瓜、青椒、冬瓜、番茄 這邊是水蓮 白馬薯 應該是白的馬鈴薯啊 然後這邊有大陸妹 蛤蜊也是有 應該都藏在下面 海瓜子 然後各式的火鍋料 好 然後我喜歡的豬肚 然後魚下巴 豬小腸 這邊有雞腿肉 這邊也有淡菜 然後這個是那個叫什麼 竹隔 對 然後 鴨腸 豬血 丸子類的 然後火鍋料 加拿大的蛋餃 肉片的部分 特別照一下 有羊肉片 豬肉片 牛五花 魚腳、魚板 然後這次應該是類似鴨血之類的 白蝦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飲料啊 他們家的飲料特別多耶 對啊 小朋友最喜歡喝多多 我剛剛這地方有空 他這地方菜色會有換啊 酸菜鴨吧 對酸菜鴨 很酷耶這個不錯 然後這邊有一些水啊 然後 熱茶類的東西 然後跟你想要喝一些奶茶 還是咖啡 這邊種類真的蠻多的 然後還有青森蘋果啊 然後一些其他的冰沙 那我們看一下冰淇淋區 這支整支的冰棒 對而且這些有些是日本的 都還算是熱門的啦 冰淇淋是杜老爺的 杜老爺的 這邊好像有一個新的那個 沒有看過的品牌 對對對不知道好不好吃 等一下我們再來幫大家開箱 要有些吃過我就不講啦 東西再多到爆炸 這是甜點的部分 對看起來有好一些 吃起來等一下再說 之前是你購病就是 比較不喜歡吃他們的甜點 對 我們等一下還是試一下好了 好 照給大家看一下 掃一下 大概是這些東西 還不錯還有雀巢咖啡 可以 現泡 這飲料真的是超多種的 這是什麼牌子也沒看過 薏仁水啊 吃蠻特別的 我覺得飲料部分真的還蠻厲害的 我來連這個冰沙這個是那個知名品牌的巧克力冰沙 然後也有那個自己擠的雙麒麟 然後給這個看起來是品質蠻好的那個 脆餅 我現在要來先領肉片 對因為肉片最能夠看出 他跟之前的有什麼差別 他就是有分現切的 跟你在那個冷凍櫃去夾的 以前也是這樣只是說他有沒有進步這樣子 現在這邊就是 現切的肉片 看一下他在切的這個肉 所以這邊就在切的就是和牛這樣子 我們現在三種肉就是 牛肉豬肉然後羊肉 我們拿回去吧 好拍一下是他的湯 種類給大家看 然後他有一個 泰式的要加50 其他都是 可以一直 隨便選 好我們先拿一些熟食區跟 洋瓣小菜區的東西 我們都吃一下 因為東西真的太多多到你懷疑人生 那我們就吃一吃覺得還行的 然後還有一些東西就是覺得不要拿了 跟大家講 好基本上我幾乎都拿了 然後我們都先吃吃看然後等一下跟大家講那些OK 好我們現在秀太太吃那個雞肉 對 雞肉的話 因為我們平常吃的雞肉都還蠻好的 可是這個味道有一點 凍過之後又解凍 很明顯的那個感覺 有點腥 對 可惜 口感也不對 而且他是非常不喜歡你那個 有點冰筋冰筋的那種感覺 好啦我們小菜類啊 吃起來就剛剛覺得雞因為我們對雞比較挑啊 因為平常都是 就是買回家攢的土雞 但是 其他涼拌小菜類我覺得都還蠻好吃的喔 水準是上 他這個姓貓菇吃起來很像那個 便利商店賣的那種真空乳蛋 對對對乳蛋白這樣子 然後他其他也還好吃 這個雞翅啊 這個什麼雞爪 還可以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想有這麼多東西的話 先不要選他這樣子 其他我都可以 想要當一個前菜我覺得都是不錯的選擇 他的涼拌小菜我覺得剛剛豆干也很好吃 就是那些 醃製的東西都還蠻好吃的 湯汁也不錯 然後我這一盤是燒賣跟那個 一些熱食區的東西啦 我大概都吃一吃 看哪一個比較好吃 我比較期待的是他這個 那個鴨 酸菜鴨然後還有鴨肉 然後還有炸物 我來吃一下我剛剛有吃過一個蛋餐 他蛋出來還算蠻新鮮 還算蠻新鮮 但如果他幾個東西都是火鍋裡面會有 只是這是涼的啦 可能不想吃那麼燙 或是一來就肚子餓 趕快先來拿一些 這些熟食來吃還不錯 然後這個 目前第一天還是很新鮮 熟食部分有這個蝦子 然後我覺得 不用自己煮就是 去拿他就好 因為他弄得還蠻好吃的 調味是 很鮮甜的這樣子 而且也算好 我覺得 這一天的那個新鮮度蠻高 因為 非常好剝 我們請秋太吃一下這個燒鴨 燒鴨部分我吃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像是 我們買回來拜拜的那種 市場買的那種燒鴨 就是你不會 不是像特地去彈琴吃 但是也不差了這樣子 你覺得呢 就是我吃到不會把他吐掉 但是我也不會再去拿下一輪 對 但是他比較挑啊 但是我覺得有些人還是會喜歡的 酸菜啊 我覺得算是還普普 不過 油比燒鴨好吃 油比燒鴨好吃一點 然後這個燒賣部分 我也覺得還好而已 所以如果 等一下有比較好的東西 我們就去挑比較好的就好了 好啦他的熟食去我覺得跟之前算是持平吧 對然後 是他不喜歡的那個啊我 偶爾可以來吃啊就想要吃豐富一點的話 好啦因為他最 因為我們最常有吃到的就是淡水店 他目前來說覺得有了 淡水店好一些 五谷 五谷因為太久沒有去了 不知道他現在變怎麼樣 因為 他就是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時候覺得還OK 然後後來就也越來越差 美礦玉下這樣 不過 不過就是他們不同的東西現在人家是漁業 那個是千葉這樣 不過目前來說是 目前吃到這邊是大同小異 我現在來這個現做區拿一些手捲 然後跟現做的一些手食 來吃一下這個 手捲跟這些 現做的一些熱食區啊 第二個 第三個 蝦軟了 嗯 手捲三個部分我就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手捲是可以 去拿的 但是因為手捲 本來門檻就不高了啦 嗯 吃一下這個是 鮭魚骨 嗯 沒什麼肉 然後 你吃不到 吃不太出來 他是鮭魚的感覺 對他剛說是鮭魚吧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鮭魚骨嘛 那我不建議拿因為他 放了 蠻多的沒拿 而且 還有點反油 我覺得還好 Pizza 比較像那個 你去超市買的那種 然後比較微波的那種 微波食品的Pizza 就差不多那個 比那個好吃一點點 對他很鮭魚 他上面超厚的 對他不過他這個麵包還蠻鬆軟 我覺得是現做只是說 他的就是比較粗一點這樣 對但我覺得還可以 這是火腿裡面包杏鮑菇 他像那個早餐店的那種火腿 有沒有火腿一袋裡面的火腿 對 然後沒有煎得很熟 然後 裡面包一個杏鮑菇 我覺得你喜歡早餐店那個 火腿單吃的話 然後沒有 沒有煎到焦的話 我覺得OK就是那一種品質 然後他我覺得烤蝦好像也還不錯啦 對 他蝦子都算新鮮 所以我覺得蝦子的東西都可以拿 這是比較小隻 可是我覺得還算好吃的喔 這個應該算是比較熱門的商品 就是他裡面是 牛肉漢堡排在裡面 請秋太來吃 怎麼樣 他上面有放那個起司 就是去做焗烤 可是牛肉的腥味還是蠻重的 就是 你可以吃到 一般我們不太會說什麼牛腥味 可是他就是 我覺得不太好的肉啦 現在來吃肉類的啊 我們都是現在 拿的都是現切的肉類 你算的那個是什麼肉 牛五花 牛五花 好就是 請他切的這樣子 對 你吃吃看喔 還在計算那個公司對不對 把它煮下去之後 肉起來之後那個肉都變得很碎 就對了 縮在一起這樣子 很過碎這樣子 然後 吃起來口感是 還可以喔 有Q 然後不會柴 那 我覺得牛腥味也是 比較比較沒有 沒有像這個 絞肉的這個比較那麼可怕 這樣子 還可以 還可以 好這是我豬肉的部分 也是現切的豬肉這樣子 然後 我剛剛非常 是沒有什麼怪物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口感蠻奇怪 就是 就是他非常軟軟的這樣子 然後 也不是說不好吃 只是我 我沒什麼吃過這個口感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什麼腥味 但是 就是 不太像原肉的感覺 跟我們認知的肉片不太一樣 他可能蠻肥的 所以吃起來有點像 那種炒 外面你去吃那種蒙古烤肉 那種炒的肉的那種口感 對 基本上就是他的豬肉 吃起來非常的柔軟 然後 跟我一般吃到的豬肉有點不太一樣 肉片 這是 羊肉啦 那他組合羊 他的 肉感跟剛剛的豬肉很像 所以 他們應該都是 組合肉這樣子 吃起來就是軟軟的 然後 也不會不至於到不好吃 就是很軟這樣子 軟中帶一點點Q 聽起來很好吃 但是 我不習慣啦 就是 我湯頭現在很醜 可是這個湯頭還蠻好喝的 叫剝皮辣椒味噌鍋 還不錯 口味還不錯 來 來了今日重頭戲 和牛這是送的 現在開幕期間啊 開鍋就有送一盤和牛這樣 可是和牛這種東西 他也是有分等級 有分產地的 那我吃起來 我是覺得跟 火鍋店的反健牛之類的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喔沒關係我們看看就知道 我剛好拿到的部位 油花比較不均勻 剛剛阿公阿嬤拿到的那個 油花分布比較漂亮 他們已經吃完了啦 怎麼樣 就是還是有比 現切的那個牛肉有好吃一點 至少肉比較甜一點 一般的反健牛 如果你在 譬如說蠶豆或是哪裡吃到的 那個反健牛還是好吃很多的 來吃一點火鍋啦 這個給我們雀牛太吃 我剛剛已經有吃過了 這叫什麼 這是竹 隔 隔離的隔 是不是這樣說 怎麼樣 它的肉是Q彈的 然後腥味我覺得還OK 但是就是還蠻沙的 沙子有點多 對 不過我這裡面吃的火鍋料啊 我就是想說把火鍋料都吃一吃 其實跟之前是持平的 如果你之前有吃過的話 那我覺得他們 的這個這些 火鍋料部分我覺得是OK的 是好吃的 然後 肉品我是 我就 就是一直以來都不是很喜歡 他們家的肉 丟一下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什麼豬肚啊 然後那些 內臟類的東西都還算蠻新鮮好吃的 然後像我都會去吃 我像淡水的話我都會去吃他的那種黑白切啊 然後拿瘦也是拿內臟類比較多 因為 就是比較不會有怪怪的感覺這樣子 就是他不會有怪怪的味道 然後秋太太就是都吃蔬菜水果 其他的菜類啊 那一區的其實都 都是很可以放心拿的吧 對 蝦子也還可以這樣子 啊這種 豬肚啊什麼的我覺得都還蠻值得拿 所以如果 我再來吃的話 我是應該還是有主攻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部分啊 我剛剛都有稍微吃過一些 然後 我覺得活鍋料就是我們 一般吃的那個 然後我喜歡他的丸子類 他的丸子類幾乎每一個都 算好吃 喔我剛剛都沒有吃他這個 手捲啦 壽司 對對對 好吃一個就好了 一夜之秋嘛 壽司 壽司的部分啊 米稍微煮有點爛 可是口味來說的話 跟我們一般在路邊買的那種 還不錯吃的 還吃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算是可以放心拿 喜歡吃就拿 然後這邊啊 試試看剛剛出了一些新菜色 那剛剛一些熱食區啊 都會換菜色 像這個河粉味 想說加來吃吃看 他是豬肉河粉 那裡面有冬粉跟河粉混在一起 吃啊 還行像你去外面然後 中餐說老闆我會點一個炒河粉 就是 不算是名店然後 你在附近這樣子炒啊 還不錯吃還不錯吃 然後這新出來的花枝排 還可以啊 像冷凍包裝來的 但是冷凍包裝是好吃的那種冷凍包裝 好豬腳 豬腳就是他們的特色嘛 如果說以前前夜的話 我目前覺得他還是前夜 對啊 豬腳好吃有那個 中藥味我吃完你再排我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我剛剛看到這個覺得很有趣 想說夾來吃吃看 他好像是湯圓包 包湯圓在裡面的感覺 是湯圓嗎 這個好吃耶 芝麻湯圓外面有酥皮 雖然說他的酥皮 就是有一點 過油 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算是 好吃的東西 這邊比較好吃的 我們要來吃吃看 覺得他的酥皮如果可以不要那麼油的話會更好一些 或是直接炸湯圓就好也是OK的 嗯 好我們又看又有新的菜色 這看起來蠻好吃的 我們拿一點回去吧 好 來吃吃看喔 看起來很好吃啦 吃起來 吃起來怎樣 還不錯 他就是冷了 但是 還不錯 但是要跟小吃店比還是有小小的一段差距啦 他如果熱了當然會再加個二三十分吧 對啊對啊 那他現在是有六十嗎 有啦六十 剛好 對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只六十啦 差不多七十分有啦 就是算好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有吃什麼 什麼 天花板的 紅燒肉就覺得 當然會有落差 對 好我們現在開始來吃水果啦 水果的話我覺得應該是蠻放心的啦 他們那邊吃到 做好的水果 其實我覺得他們水果基本上都還蠻棒的 蠻棒的 所以如果你是 專程為了水果來吃的話 像我們家以前小孩啊 很喜歡來千葉就是因為 他有很多的水果 而且他們很喜歡吃西瓜什麼 很多種水果這樣 都喜歡 吃素心吃水果 好水果甜點 甜點哪一些都來試試看好了 看看 會不會有驚訝的地方 先來吃提拉米酥 一樣吃一口就可以知道了 可以 我覺得可以 因為以往吃到的蛋糕裡都是乾的 超乾的 今天是 濕潤酷糖的 算是好吃的OK的 濕潤酷糖也很奇怪 濕潤綿膩的 喔 對 這一塊東西有進步 有 有一些南洋式的這種 椰膏 對 然後還有一些很像馬來膏的東西 我覺得今天的東西 都算可以喔 可是講到就是正常的那種Q的 呵呵 會不會是因為 這些東西都是 新鮮的 如果再過幾個月就會知道 因為有時候會放比較久就會乾掉 今天當然就是狀態比較好一點 它這個 應該算是比較像麻糬的部分 就是 它蠻像椰肉的狀態 但沒有椰肉那麼的堅硬 這還算好吃的對不對 然後那個外面都是 椰絲 蠻清爽的 然後裡面那個綠豆沙好吃 不會太甜了 這馬來膏被我咬了一口 其實 這也蠻好吃的 它這個 南洋系列的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口感還不錯 但是它覺得太甜了這樣子 我覺得還OK 好 吃吃看 一般般 這就是 你手筆放很久的狀態 口感好很多 但裡面的那個奶油餡 我不喜歡它的味道 好啦我們來拿冰啊 這邊有Hagen Dazs 就是它這邊的最大賣點 就是Hagen Dazs 可是它在門口 一個很奇怪的位置 秋苔在挖我們來看一下 口味不錯的是 我喜歡夏威夷果 藍莓葡萄 芒果雪酪 還有草莓 其實這四個都是我喜歡的 喔挖 女生應該挖不太多 它稍微比較硬一點 還OK我覺得還算是 OK挖的 有一些真的是完全挖不動 這還可以 好 Go 好啦杜老爺我就不挖了 挖這個沒吃過了 Bravo 隨便挖一個巧克力 然後冰棒就是這些杜老爺系列的都有這樣子 然後跟這種清冰的啊 好啦我眼前我這一個是 那個叫什麼 Hagen Dazs 那你這個是Bravo Hagen Dazs我們就不祥數了 就是好吃嘛 喜歡的人就很愛 好吃吃看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這個口味是幫我女兒式的 我最喜歡這種看起來 色彩繽紛 這個棉花糖口味啊 它吃起來真的像棉花糖一樣有一點粉粉的感覺 然後 對我來說有一點 比較甜一點點 但是我猜小孩會喜歡 恩 它吃起來好像布丁水 所以你覺得值得吃嗎 好我們來總結一下喔 就是 目前來說我們覺得是 跟千葉是持平的 但是有這好一點 但裝潢什麼是剛新裝潢好 菜車上面有稍微豐富一點點 然後又有Hagen Dazs這樣子 但是肉品的話 我覺得是 持平的 好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好千葉常常 在最重要的東西 它卻給你最普通的 就是 就是肉的部分 我們是我們最在意的 但是 它卻給你就是比較 還好的 這裡也是一樣 就是 然後熟食區 是大家會最期待 但是 卻 比較給你失望的東西 那你最不期待的東西 卻還都還不錯 像我們一般 自己會買水果吃什麼 那我覺得水果 它給的都是非常好吃的 然後那些火鍋料也都還不錯 然後什麼豬肚這些東西 都還蠻好吃的 所以 它跟一般來說 是有一點逆向操作 那我覺得千葉跟雲葉 還是 我還是把它先畫上一個等號好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講說我們一家四口 我剛好聚集了四種人 就是我爸很喜歡吃 然後他很不喜歡 那他的話 在訪的機會不高 那我媽剛剛 也是在訪的機會超低的 因為從我們話語裡面 我也是沒變的 就是說如果他有五折的時間 我會來吃這樣子 那男生通常會喜歡吃千葉 的人很多 那女生 喜歡吃千葉的話 我十個裡面只碰到一個兩個而已 那剛剛因為他現在開幕活動 是6月17號 他是 打卡 就是評論五顆星有 送那個 會員卡 那剛剛我媽說 不要拿 我就不要拿 我爸就 很積極的想要拿 所以 就是他 千葉他 他還是有 他一定的地位 那 像他就是屬於 他是 不適合他的 像我的話 我就是 必須要有 很強 折扣 然後我有時候想要 就是 什麼東西都吃一點 吃一點的時候 你會喜歡 那我爸也喜歡這樣 所以 男生很多都喜歡千葉 這樣子 然後 東西很多 所以我爸 剛剛就很積極的 想要拿會員卡 那我媽的話就完全不想拿 那你的話 我真的也沒差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最後給大家 一句話參考 就是說 我們 如果你以前 吃千葉 你喜歡吃 那你來 一樣還是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 算是稍稍的有做升級 可是 你要自己注意 他現在這個價位 現在多少錢 他價錢也有做升級 對所以 你要考慮一下 像我們一個人 一個人500多塊 對然後再加一成付付費 對不對 我剛結完帳 我們算下來一個人 加了服務費之後 是一個人583塊 這樣子 我的話 我們是比 我公太太是比較喜歡吃 東西很強 但不用多 這樣子 那有些人喜歡 很多東西 但是不一定要都很強 那我覺得千葉會適合你 我們還是比較喜歡吃 就是 東西很強 但是少 沒關係 這樣子 那給大家參考 那 基本上你原本 就喜歡千葉的人來 再吃是沒問題 但是 考慮 這個新的價格 是不是你能夠接受 這樣子 OK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大家拜拜 我們忘記講一些重要資訊 就是目前來說的話 服務我覺得算是 跟以前一樣 還算是訓練有數 今天雖然很忙碌 但是我們大部分 碰到的服務人員 他們態度都很好 對而且也是 就是像訓練過一樣 就以前 可能是之前的 服務人員 這樣子 然後停車的話 他這邊有做摺底 你可以去看他的一些資訊 然後他有五個 特約的停車場 然後可以去做摺底 這些點都是我們覺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 帶小朋友來說 都算是親子都友善的 好啦真的拜拜啦 拜拜 好稍微拍一下這空間 其實空間跟以前一模一樣 就是改新的裝潢了 那我覺得算舒適 謝謝